华为正式宣战谷歌,停用EMUI,鸿蒙正式替换安卓,今天华为终于向全世界宣布了鸿蒙系统,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,更是万般艰苦磨难后的漂亮反击,于成东说从安卓迁移到鸿蒙,只要几天,鸿蒙可随时更新,当初以为谷歌断供是暂时的,过后又可以在欧美用,一直不想和谷歌彻底翻脸,现在看谷歌确实是断供主力,华为也不再对谷歌抱任何希望了,要知道于成东在发布鸿蒙的时候就说过,这是一个可打通电� 手机,电视,平板,汽车等所有的跨平台系统,而这次决定停掉EMUI,让鸿蒙彻底替代谷歌系统,就是宣战了,毕竟华为有上亿EMUI用户,这些用户也将成为转换�蒙用户的主力,而鸿蒙上线如此之快也是迫不得已,因为华为已经没有退路了,说实话,鸿蒙的压力也是十足,一方面要直面苹果和谷歌,另一方面又要向情理芯片被国内某些用户的嘲笑抨击,所以这也是人生非的高明之处,一开始不直接向安卓宣战,而是从电视 鸿蒙用户的主力,而鸿蒙上线如此之快也是迫不得已,因为华为已经没有退路了,说实话,鸿蒙的压力也是十足,一方面要直面苹果和谷歌,另一方面又要向情理芯片被国内某些用户的嘲笑抨击,所以这也是人生非的高明之处,一开始不直接向安卓宣战,而是从电视汽车等空白领域包围安卓,等身到了不得已的一天,华为已经建立起了生态